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的经文很直白 就是顺服就蒙福 悖逆就灭亡 没有比这更直接的命令 但是 一直以来 有许多人对这样的经文 很反感 很抗议 他们的理论是 若是上帝这样做 这样说 上帝就是非常残忍 没有爱心的上帝 好像我们期待的是 因为对我们常常放宽界线 永远忍耐的主 我们期待惩罚 永远永远不会领导我们 但是在此同时 我们又期待上帝 惩罚我们的敌人 也就是 我们期待上帝对待我们的敌人 是旧约的万君之业务 是气势磅礴的元帅 对我们的敌人赶尽杀绝 在此同时 我们却又期待上帝 对我们是新约的救主 百般的温柔忍耐 即使我们是多次 离家出走的浪子 也希望天父 不计前嫌劫难我们 这让我们甚至可以 好吃好喝 这是双重标准 不是吗 这是很矛盾的心态 也是很可疑的心态 不是吗 其实从旧约到新约 从先知到主耶稣的教导 都是一致的 圣经一直一直教导我们的救世 顺服就蒙福 被命就灭亡 这样的教导有两个层面 首先上帝是公义公平的上帝 所以审判要从上帝的家 也就是以色列 也就是基督徒开始 其次 我们本是罪人 若没有上帝的拯救与帮助 死亡就是最后的终止 因此 拯救是额外的恩典 并非我们应得的 当我们蒙受恩典 却不懂得以善行和顺命来回应 我们其实已经不在恩典的保护之中 我们就将面临上帝的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世界的审判者 求主帮助我们 谨记圣经的教训 以至于我们不会面对上帝的灭动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